最近这段时间 国内车企的高端品牌都推出了新车 比如说长安的U内K 长城的坦克300 以及红旗的EHS9等 可作为极力的高端品牌的领克 近期倒是没有什么新车 不过最近有消息称 领克此前发布的全新的Zero的量产版本已经下线 会在明年正式亮相 新车的命名方式会采取Zero加上后缀的格式 虽然Zero此前是以概念车的身份亮相的 但实际上它的外部造型和量产车没有什么区别 领克Zero从外观上来说应该算是领克家族最漂亮的车 没有之一 领克家族标志性的前脸造型 虽然在其他车上经常被吐槽说难看 是蛤蟆嘴 但在Zero上却显得相当的协调 机器杆上隆起的两条金线会有些保时捷的味道 车身低矮而修长 给人一种特别舒服的视觉感受 4850毫米的长度 1980毫米的宽度 2,990毫米的轴距 就算是尺寸也是妥妥的中大型轿车 车尾多少有一些刘备 大尾翼贯穿式的尾灯都尽显科技和运动 Zero将会是领克的电动车型 双电机四驱版本不到4秒就能破百 续航里程超过700公里 相信量产版的Zero外观变化不会太大 或许它会成为比亚迪汉之后 又一款国产的精品胶车